橘子的一生是悲惨的 他的父亲本来是一个小领主 因为当时的东京幕府统治者非常的残暴 所以他的父亲安排人刺杀了领主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 橘子的父亲被迫破释自杀了 而他的自杀只带唯一一个女儿活下来了 另外的兄弟和妈妈 全部的人都被杀了 父亲在死之前 唯一对橘子的要求 就是一定要活下去 千万不要想着复仇 也是因为这些 橘子的身份永远留下了污尽 现在橘子能活下来 完全是别人的恩赐 而一直到认识约翰 橘子才看到这个世界原来还有自由这个词 原来人生下来是平等 他从某一刻甚至觉得自己能和约翰这样在一起 是多么的美好啊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他的丈夫竟然活着回来了 这样两个男人都开始互相暗斗 也是因为约翰的挑逗护田 让橘子受到了难堪 夜晚护田借着酒精开始抱坐橘子 这些声响也吵醒了约翰 当约翰赶到橘子房间的时候 彻底傻眼了 橘子已经满身是伤的躺在地上 他不愿意让约翰看到自己惨壮 就大声叫着他们离开自己的房间 此时伏记还想维护约翰的身份 但是橘子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了 约翰离开了房子 开始寻找护田 护田回头看着眼露凶光的约翰 脱下了拖鞋 然后拔出自己的刀 跪在地上 放下刀 然后非常恭敬地对约翰说 在你的房子里发生这样的事都是我的错 请你原谅 约翰此时已经生气得不行了 喝点酒就要打女人吗 这就是一个男人打女人的借口吗 就在约翰要让护田滚开这里的时候 有人在暗处看着他们 约翰知道 现在还不是杀这个男人的时候 就离开了 当约翰回到自己的院子的时候 看到了两只剑插在木条上 画面回到胡勇这边 因为八重天天在追查间谍 导致戴着项链的男人害怕极了 他想要让胡勇保护自己 但是胡勇怎么可能因为这件事 而丢掉自己的棋子 所以他要求项链的男人重新找个人代替他 让八重发现 可以肯定的是 间谍绝对不会只有一个的 此时因为房间的恶仇 让手下的人开始抱怨 绝对不能让这只鸟继续在这里了 不然会带来厄运的 伏记也没有办法 此时约翰找来 询问橘子到哪里去了 但是伏记此时只想求约翰把这只死鸟给扔到树林里 约翰没有搭理这只鸟的事 因为一大早橘子就不见了 他非常担心橘子 约翰骑着马来到他们经常见面的地方 橘子真的在这里 约翰第一句就问 你不应该和那个暴力的男人在一起 橘子此时已经害怕和约翰单独约会了 就起身想着立马离开 并说被别人看到不好 但是约翰叫住橘子 对他说 我看得出来 你并不喜欢他 你既然不喜欢他 完全可以离开他 很显然约翰还是太幼稚 这里并不是英国 人还可以离婚的 这个世界很多地方人是不能离婚的 这个时候橘子说了约翰配刀的故事 原来这把刀是伏计的父亲传给伏计的 说这把刀是因为英勇战斗 将军赠送的 但是真实的情况 却是这把刀是伏计的爷爷从武士的手里购买的 因为他的儿子就是一个懦夫 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和伏计说 因为这些荣誉是伏计活下去的尊严 然后话锋一转 橘子说 他也会让自己的丈夫活在虚假的爱里 这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 约翰无法理解这样的报复 为什么不爱的人 不离开 还要天天在一起 这样的在一起真的是报复吗 不是拿自己的一切都伤害别人 也伤害了自己吗 这个实在太恐怖了 橘子非常冷漠地说 你是永远理解不了的 约翰这个时候掏心掏肺地和橘子说 你的人生比那个禽兽要宝贵多了 我们要活出自己的人生 千万不要活在别人的牢笼里 这些根本不值得 你本可以活出更多的灿烂 如果看不透这一点 你永远也无法逃脱这个牢笼 你会永远无法逃脱这个牢笼 你永远无法逃脱这个牢笼 你永远无法逃脱这个牢笼 说完这些话 橘子就离开了 约翰的心此事也碎了 刚刚开始的爱情就这样破碎了 当他牵着马回到自己的房子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在哭泣 约翰非常疑惑这些人怎么回事 伏记指着那个鸟说 因为你说过谁动这个鸟就要死 所以圆丁把这只鸟拿走后 然后伏记就刺死了老圆丁 约翰非常不能理解 为什么这件事没有经过自己 就刺死一个老圆丁的生命呢 伏记眼含热泪 理直气壮地说 这是对约翰大人的责任 约翰想要继续责备伏记的时候 伏记忽然指着佩刀说 你现在就刺死我吧 约翰彻底傻眼了 这些都是什么人 拿着自己的生命根本不当一回事 好像人的生命和一条狗的生命一样 这些人脑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思想 人和人能在一起是因为利益 而人和人能相处在一起超过五年 超过十年还能坚持在一起的 那最基本的就是有相同的价值观 有相同的世界观 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对人的生命是蔑视的 那么这也是恐怖的 所以无论从举子的身上的价值观 和伏记身上的价值观 都彻底让约翰陷入了恐惧 约翰的痛苦如果经历过四年婚姻的人 大部分能够体长一点 就是经历很长时间 你慢慢发现 眼前的妻子或者丈夫 思想的东西完全和自己不在一个界面 有些话只有精力才能体会 所以找到一个有相同频率的人是多么多么难得的呀 画面回到胡勇这边 橘子解释了自己脸上的伤疤 并声称是自己激怒了丈夫 才让丈夫打自己的 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就在说话的时候 约翰也走了过来 他这次过来是要求胡勇放自己离开的 带着自己的人和船离开 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人值得他留恋的了 胡勇一看就知道 约翰这个时候提出要离开 这分明和橘子被打的是有关 约翰解释自己的国家人权是第一位的 而这个国家竟然把自己的生命困在毫无意义的繁文入节里 比如那个老园丁就死得毫无意义 橘子这个时候解释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说的 碰了那只鸟就要死 约翰此时还没有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自己 因为他的一句话 赋予了这只鸟新的定义 所以那个老园丁的死就是为了维护他的话 他的话现在已经不是一句玩笑话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游戏 而是一句圣旨一样 具有法律意义 这个时候胡勇离开了座位 橘子继续解释为什么老园丁要冒死去拿下那只鸟 因为村子里的人已经有人得了瘟疫 所有的人都认为是那只鸟带来的 所以为了让全村的人不受瘟疫的苦害 老园丁站了出来 自愿以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全村的性命 也因为老园丁的死 让整个村里的人都纪念他 很多人为他流泪 这就是他的荣誉 这是他一辈子都碰不到的荣幸的事 无论这些话说的如何理智气壮 约翰都意识到一点 这个老园丁是自己害死了 橘子继续说 我们生 我们死 我们可以掌握 除此之外 我们什么也掌控不了 就在这个时候地震了 这次的地震非常的强大 看着这个局势 最起码有8.2级大地震 整个山都开始倒塌 而胡勇也被埋入了山石 约翰第一时间跑到山的裂缝里 开始寻找胡勇 很快在山石之间挖出了胡勇 胡勇第一时间看着将自己救出来的约翰 眼神中带着感激 就在这个时候 胡勇想要找到自己的佩刀 但是刀不见了 约翰就拿出福祉送自己的佩刀 送给了胡勇 但是地震所带来的泥石流并没有停止 这些山石带着水土 将胡勇整个军营都侵吞了 这种毁灭是彻底的 胡勇战争守护天皇的使命 看来要彻底泡汤 看着这样的画面 实在感叹 人类那些所谓的自由 所谓的复仇 所谓的尊严 真的值得吗 当一场灾难过来的时候 一切不都消失了吗 人定义的那些价值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当约翰回到自己的家里 看到伏济受伤躺在地上 约翰拉住了伏济的手 这是约翰第一次拉着伏济的手 而这场地震带来的不仅仅是伏济的受伤 还有几件事发生了 八重寻找的间谍终于找到了 是一个在地震里死去的人 在他的居所发现了证据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 胡勇放弃了皇子的母亲 让他从江户回到大阪 和皇子相聚了 而这个皇子的母亲可不是一般的人 他虽然在江户 但是大阪这边发生的事 他全部都知道 并对石塘领主说 他现在很担心石塘是否有能力 保护自己的儿子成功登基 石塘立马开始表示自己的忠心 皇子母亲打断了他的话 慢慢走到石塘领主的身边对他说 既然你们议会已经缺少了一人 那么先皇的五位摄政王的诏书 就已经不成立了 所以现在你们就要全部听我的命令 一场新的变革就在眼前了 而石塘也知道此时 他也确实需要一位能把控四大领主的人 使用这些人的识议会 使用这些人的识议会